灵界值是什么 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以普通僵尸为例 它的生命值是280 灵界值是80 一旦它的生命值小于或者是等于灵界值 它就... 它就挂掉了 它挂掉之后还会继续行走一段距离 这个我们叫做掉头就跑 那所有的僵尸都有灵界值吗 当然不是 有些僵尸没有灵界值 和植物一样 它们的灵界值是0 闹鬼僵尸 史莱姆僵尸 法老王僵尸 雷科技护盾机器人 雷科技悬浮机器人 雷科技压制者机器人 雷科技堡垒机器人 雷科技磁暴履带车 黑暗骑士 大篷车 普通巨尸 橄榄球巨尸 深海巨尸 跟出着僵尸机甲 如果我们把这些僵尸的灵界值 设为大于生命值 会发生什么呢 那当然是直接就挂掉了 这你就错了 有些僵尸会毫发无伤 首先来看看直接挂掉组合 雷科技压制者机器人 雷科技悬浮机器人 雷科技堡垒机器人 雷科技磁暴履带车 黑暗骑士僵尸 普通巨尸 橄榄球巨尸 深海巨尸 接下来是毫发无伤组合 闹鬼僵尸 史莱姆僵尸 法老王僵尸 大烹车 雷科技护断机器人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它们不受灵界值的影响啊 更加离谱的一点是 这些不受灵界值影响的僵尸 一旦加了灵界值 窩寡就不会攻击它们了 what 为什么只有窩寡 不会攻击它们呢 你问我 我问谁啊 哈哈哈哈 那其他成功会攻击吗 其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